今天又帶大家回來 Carrie在Richmond最喜歡的一個很舒適的社區 就是Rivergreen屋苑 我們對著河畔 又看著水 又看著這麼漂亮的藍天 跟大家散步 又分享一下 記得的話 我們這一兩年都分享了很多 社區不同的新舊樓 我們之前有分享過Holy Bridge 新樓樂成亞會所 當時我們也有些單位放租 最近六樓的單位我們本身放租 後來業主轉為賣 我們已經買出了幾個月前 我們現在走這條walkway 一路可以由最新的Holy Bridge社區 一路過來Rivergreen 2 中間就是他們的分隔花園 記得上一次走的時候都還未準備好 現在已經做得很帥 再過去就是東奧運動會場館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會是我們現在放盤的一個 小一點的單位 一個一房的Listing 但說它小 它只不過是 對比起Rivergreen 我們之前分享過的大單位 什麼三房四房它比較小 但作為一房單位它一點都不小 它有680呎的室內空間 還有一個很大的釘 在新樓標準 我們會叫它兩房 因為釘是可以放床的 最關鍵的是跟業主溝通的時候 聊的時候 因為Carrie也很了解這個社區 也說起這裡 無論由外到內 大家正在走的這些懸疑之路 雖然它是公共 但大部分用的人都會住在 新同基建屋圈的人 由河邊的優美景置 到這裡有人管理的內源 這個是外面 還有一些外觀上也很漂亮的 包括哪怕是這些 Ground Unit 它的欄杆都是玻璃的 很漂亮的 有些很多時候放些草就算了 不會再製欄杆 它這也是玻璃欄杆 然後到內裡 每一期 包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Rivergreen 2 它都有很嚴謹的 安全管理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回所設施 所以雖然單位很小 600多呎 但是比平平的500多元管理費 你已經可以享受到 我們上次有時分享到的 大單位2000呎 給1000多2000元管理費 一樣的整個服務 和優美的環境 地理位置也很方便 它是屬於Richmond 比較西邊對著河岸 你基本上駕駛去機場 就過橋就到了 買菜吃飯也很方便 就是那個方向走路5分鐘左右 就是大統華 附近有些飲茶和酒樓 其實Rivergreen這個屋苑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有Holly Bridge 有Rivergreen 其實我的網站上有個屋苑 有個屋苑 大家上去就可以了解整個屋苑的發展 因為新同基在這片土地上 基本上已經建了的樓 已經十年了 由第一期在場館再過去 那裡有幾座 是2013年 然後到這邊就是第二期 第二期向河的兩楷 就是大概一百年 到現在大概五年六年左右 就有扭力了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都是屬於Rivergreen 2 但是是新一點的 是2021年落成的那兩座 就是這裡 而且我觀察過這個附近 它的門面是特別漂亮的 大家看到它除了普通 都不普通 本身Rivergreen的門面 就很漂亮了 是有些鋪石 還有一個咖啡色圓拱頂 然後也有一個U-shape的 這個叫做什麼 Landing 位 這樣可以進來 大家可以停一停車 我想這裡應該是有些水 這樣的東西流 但現在沒有 我們正在走 可以走這裡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Hello 我們走進來之後 看到車暫時停在這裡 這邊可以圓形地進去 它的安全性 說門可以寫上 No AirBnB No Short Term 這裡可以通往後面的Visitor Parking 24小時的Concierge 大家 這裡是自動門 你不用再按了 大家可以看到 24小時的Concierge 這裡的玻璃 看去後面 這裡其實後面 已經是Visitor Parking 當然是下一層 這裡還有一個圓壺的樓梯 可以下去 所以街外的人 就可以在這裡給錢 泊車 如果你是住戶 你可以訂閱你朋友的車 給他免費泊車幾個小時 這裡其實是很高樓底 剛剛大家在外面看到 咖啡色的一路 那個壺就是在上面 而是一個兩層的空間 好了 我們到處去看看 其實呢 剛剛跟大家說 River Green這邊的管理是很嚴格的 剛才立刻變 是很安全的 我們進來拍兩夜 通常我們在各個樓盤都做的 都沒有人會跟我們說任何事情 即是Concierge 剛剛Concierge 已經跟我們說 你們是做什麼的 你拍什麼 然後我們跟他分享 我們會有一個地產片 他已經馬上說 你們可以拍公眾地方 但就沒有拍到住戶 所以我感覺上 名副其實這邊的security 是特別厲害的 測試過了 已經測試過了 這樣吧 是 我們是拍一拍周邊環境的 沒有申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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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只是分享公眾地方 我們不會進去會所設施 我們都已經拿了一個 基本的concierge 可以拍公眾地方 但沒有拍到他們 以及沒有拍到住戶 這裡 這些很public的 不是很public 大家是有鑰匙進來的area 其實走路都很漂亮 而且很多洗手間 這裡有兩個 剛剛我們由單位下來 那條走廊中間 又有洗手間 所以其實很適合 其實我覺得 Rivergreen 這一邊的生活 是很適合 退休 老人家 或者你可以花些時間在家 例如你work from home 自己做生意 因為 因為這裡 他提供了的東西 很多屋頂是提供不到的 除了我們剛剛說 這些很漂亮的中庭園藝 泳池之外 最關鍵的就是 很漂亮 對 真的很舒服 它有很多這些 你純粹下來散步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用會所設施 才開party 這個party room 這個就是泳池 他說不要拍到住戶就可以了 Rivergreen的會所是一樓的 基本上你數得出的都有 我們之前看過Holly Bridge 這邊的Kids Area 這裡是有一個泳池的 我們不對正泳池裡面拍了 因為裡面有人 大家大概看到 這裡整個長度就是泳池 而且其實它很有香 我們之前去看新世界的 頭葬感覺 它做得很細緻 我們見過很多屋頁裡 都有綠化 但它真的做得很漂亮 整個走路徑是有玻璃的 整個這邊就是玻璃 還有這些 這裡就是木紋 哪怕大家不用做什麼去做健身 你就在這些中間走走 這樣那些area 哇 這裡的單位很棒 這樣 不要拍到別人的單位 不要拍到別人的單位 不要被人投訴 對 很棒 這個 對 你一直走 兩座 我們的單位就是在上面 在上面 哦 是 在這裡 我承認了那個柱子 一邊的露台是黏著旁邊的 但另一邊就沒有了 就是看中間的白色的天長 哇 這些單位很大 哇 很棒 是不是單位來的 是啊 這些單位真是棒 有阿毛 又是回鎖 是嗎 回鎖 看完 OK 剛剛講開 哇 這部很棒 這座很有趣的 它的走廊是在外面的 哇 中間有景觀的電梯 一路上去 上回自己的層 我覺得這裡很棒 剛剛講到為何適合老人家退休 或者你很多時間享受生活 就是因為你住在這個社區裡面 本身在屋苑裡面 和屋苑外面 你已經有很多 令你可以很舒適的感覺 又沒有了sky train聲 因為我們聚集在三號路那邊 基本上是很厲害的sky train聲 人來人往 是的 專房的那些 要找一下 咦 還有這條路 讓我先走一下 嘩 雖然我Carrie 我們都未有用的 River Green的物業 但是我們可以借住這個 什麼公務的時間 來享受一下這個會所設施 都要付錢 每一個住戶都要付Strada Free 做得很漂亮 好 我們去看看是否另一邊 專房的路 很多人沒有 我們又不能拍 總之向著那邊 拍不到人 那個位置又是兩層的落地玻璃 等等 我們 你會拍到人 我多盡量 他不可以拍會所 我們可以給大家一些照片 這邊是否回去就有Lobby 現在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單位 單位的總室內面積是680呎 它很闊落 大家看到跟我們平常看的 500呎的單位很不同 廚房也很長 中間有一個很闊落的飯廳位 他把桌子這樣打橫擺 都不會阻礙你煮飯 你打直擺還可以多坐兩個人 這裡門口進來 首先有一間小房 其實那個就是在以往的標準 就叫做書房 可以放到床的書房 但是其實在深樓 Kerry不是很多樓花 未來大家會看到越來越多這些房 發展商就叫它兩房 好 這邊就是廁所主人房 然後這個單位就是向東南 景觀上我們這次的單位 未必看到何景 但也不是說不漂亮 其實我們看出去的話 雖然都是扭景為主 但是扭景跟我們距離都比較遠 而且我們中間是剛剛好 對著隔壁屋苑的平台 如果你出到這個比較闊的露台 都會看到我們本身River Green 有些很容易期的很漂亮的圓景在下面 也都比較安靜 因為我們這裡其實跟Skytrain之間 是15分鐘的Walking distance 不過都是跟Skytrain遠 就沒有那麼多聲音了 下面的圓景很漂亮 這邊就是匯所 剛剛跟大家說過 River Green 那些新鴻基起的屋苑 它的賣點不是越小越好 很多投資小價樓 它是建立一個很舒適的生活風格給大家 所以無論是匯所 原景本身 裡面這些屋頂下面就是匯所 還有你走的幾分鐘 你已經可以去到後面的海邊步道 然後你過對面馬路 已經可以吃東西 去買藥房 大統華也是走五分鐘就到了 大統華的方向就是這裡的屋苑 你可以選擇前面的門口 出去之後就是那個位 紅色圓的位置下面就是大統華 這裡有TD銀行也很方便 我們這邊是東南方向 東 這邊已經開始是東北那邊 如果你在露台的話 放了椅子 就直接有Metro Town那邊的景觀 都可以看到雪山 而且我們這個單位 我們有一邊是會貼到旁邊的露台 但另一邊的話 這個露台 你可以看回自己的房間 還有這邊就是實場 所以你都有一些隱居 不是說兩邊都有鄰居 而且這部牆 看上去外面也有鋪圖 靚靚仔仔 就不只是水泥 好 我們就進來的單位參觀一下 整個單位都是向東南 所以是光亮的 今天陰天太陽沒有入屋 門口進來之後 其實客廳位都很闊落 現在都放了一張很闊的沙發 中間都有位行路 其實是三片大玻璃的距離 樓底也是這個建築賣的特色之一外 的單位是9尺樓底 通常9尺樓底 廚房就會是8尺 壓低了因為它的風管 這次我們這個單位很幸運 它的風管是旁邊的 所以你並沒有覺得廚房位 整個壓低了 而是中間吃飯都很闊落 那邊就是門口 我們可以看看廚房 地板的話它全是實木地板 不是Lemonade 是實木地板 不是 是不是Engineer Heartwood 還是實木 可能是實木 Engineer Heartwood通常大塊 是實木地板 除了地板是實木地板之外 其實這個廚櫃面的材料 也是實木 你簡直是看到木紋 摸上去是有質感 就是很有質感 跟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樓盤 是平滑面的 完全是兩種Style 好了 因為它沒有Drop down 所以其實櫃都做到很高 到頂的 很多現在的單位如果Drop down 施零了的話 其實我是所有櫃都碰到的 但我也挺高的 我不是的 因為我2017年的新高 基本上要這樣才能碰到上面 所以其實它在上面可以給你放一些 平時不太等待的東西 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7油煙機的位置 它全屋的電器都是用Miller 四個Gas爐頭 檯面就是Quartz Splash石英檯面 包括Back Splash 同一個材料也有下來的 然後下面就是這些儲物空間 它有做了大櫃桶 這個櫃桶就預料給你放有機會濕的東西 又黏黏的東西 用了金屬 每一個櫃桶開櫃 都有一個斜角切角 沒有特意做手柄 打開東西都很方便 洗手盆下面 也有一個垃圾桶的槽位 給你放的 這個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這個位置都很貼心做多了一條金屬 預料你的手濕 怕弄壞些木 這個是Miller 全屋Miller電器 我們去看看旁邊 桌面空間其實很闊落 然後這邊還繼續有儲物空間 這個放棄的方法都很適合老人家 因為你不用什麼都污下身 你基本上焗東西 微波爐都是一個很袖手的角度 旁邊就是雪櫃 24吋的雪櫃 然後下面就是冰櫃 全部都是入場式 上面的燈要自己裝嗎? 上面 那櫃裡面 不是雪櫃 旁邊的櫃 旁邊的櫃? 什麼是旁邊的? 這個? 哪個燈? 是燭燈的 不是啊 它本身就有的 它是建造的 這個 這個就是整個廚房的構造 放了很多東西 剛剛說了中間可以放餐桌 然後我們先去看看主人房 來到這個進去的位置 左邊就是主人房 右邊就是廁所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你看到少少露台 一樣是東南方 看出去沒有遮擋 現在業主放了一個 queen size 床 其實應該可以放到 king 不過會比較逼潔 因為主要是要就門口位 這邊有兩個床頭櫃 再加一張小椅 然後衣櫃 也是雙門衣櫃 而且衣櫃裏面 是做了organizer 就是有這些架 還有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這一組的organizer 令到你的東西 是不用貼地放的 下面還有一個空格 所以這邊衣櫃後面 還有一個木紋 其實它的細節位 是做得很漂亮的 它裡面還有一組板 所以你再可以釣東西在上面 後面也是木紋 然後下面還有一條框 所以變成這個衣櫃 你用的時候 平時外面的人看不到 但用的時候都會覺得挺正的 裡面還有一些木紋的細節 然後對面就是洗手間 所以老人家走進來 就會很方便 因為它一房單位 就補足到套廁 洗手間也是很闊的 首先它是Double Sink 兩個升款 就不用爭了 然後有地暖組合 所以你踩進來是暖的 然後這些位置是鋪了 這些marble tiles 包括浴缸的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handheld shower 可以放在上面 可以放在下面 這裡有一個廚房的鏡櫃 這邊一個 這個應該不開不開不開 這個是有一個LED燈開不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的 很可愛的 向兩邊開 然後下面有些儲物空間 它都做到很細節 而且燈是Dimable的 例如你可以這樣慢慢暗下來 完全關掉 要開就一次開光 這個Dim的什麼 在上面 剛才這個Dim 這個Dim上面 然後我們看看 剛剛說這個單位 與其叫它一房單位 如果我們用新樓標準 是用兩房單位 因為它第二間房 不是一個書房 只是放一張書桌 或者Storage 那麼簡單 第二間房 它是可以放到一張床 大家看到現在是單人床 它這邊還可以再放一張書桌 這個櫃也是業主自己放的 都很闊的 如果沒有櫃的話 那間房間差不多是七八十呎左右的大小 而且當然它沒有窗 但不用擔心通風問題 因為看上面 它也有冷暖氣的先鋒進來 這張床 其實業主有些時候 都有親戚過來的話 它是可以再延長的 我給大家看看尺寸有多少 這是IKEA的拉伸床 等一下 它說是可以去到Kingsize 嘩 你可不可以幫我忙嗎 沒有 好 OK 嘩 很熱 好了 這樣暖氣開太足了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是有客人有朋友過來 睡幾個星期兩三個星期 當然不建議大家長期在沒有窗的環境下睡 有朋友睡覺 或者是小朋友也可以的 當然你這邊放了櫃就會很窄 但如果沒有這個櫃的話 放一張桌子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房間的Size 剛剛我們可以看看走廊位 這邊都已經看過了 走廊走出來這邊就是門口 這裡有幾道門 首先這個是洗衣櫃加儲物空間 剛剛說了它全屋都是MILLA電器 所以乾衣機洗衣機 留意到它這個是沒有封管位 主要就是靠這些冷凍水 去幫大家把那些乾衣的風 變成水 是不是怎麼說 我忘記了怎麼說 類似是這樣 記住每一回合後要倒水 不然水越來越多就乾不了 好處是靚仔一點 還有不需要有條風管上去 亦是避免了很多之後有機會 比如說塞了冷凍水 滴水滴水的問題 好 下面就是洗衣機 這邊也有幾深的儲物空間 你看到它整個櫃是坐後了 掛衣 除此之外 這邊門口也還有一個entry closet 也是很深的 這個 closet位置 其實不可以放一些固定的東西 因為它有一個Hit pump在裡面 大家定期要換filter 即冷暖氣就是這裡 還有一個B&O的系統 就是連接了音樂 然後可以連接到下面concierge 但業主現在沒有用 所以展示不了給大家看 那些電箱也是在這裡 Rivergreen還有一些features 比如說 就是哪怕你 我們在中間這些舊樓的單位 不用說在訂樓、底樓 都有全部的security system 如果你可能不是長住在溫哥華 來不來回香港幾個月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就比較安心了 除此之外 香港就很流行 什麼密碼鎖、指紋 這邊也是比較落後一點 所以基本上很少 現在的屋苑會幫你安裝好密碼鎖 而且因為這邊的Strata 也很麻煩 不只是Rivergreen 溫哥華所有 你不可以隨意自己更換 所以如果你買的屋苑沒有的話 你不可以自己更換 剛剛說的B&O的系統 就是在這裡 它建立了 如果下一手的業主 或者你自己想用的話 你就可以再去連接 主要就是它的音響系統 在哪裡 這裡 有一個 然後 不知道那邊還有一個 最後可以連下面 CoinCHD的門口 收法 還有一個攝錄的 現在的業主黏著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們這個單位 就是912 6688 Pearson 樓零就是大概三年左右 2021年落成的建築 屬於Rivergreen 2其中一個建築 方向向東南 室內總面積是680呎 下面有一個停車位和座位 我們將會的掛牌 其實我們現在還未上盤 準備下星期上盤 價錢會是$79.9萬 我們會在10月的19號和20號 星期六日做Open House 歡迎大家來參觀一下這個單位 看看這個區域和這個單位 合不合你 就出來和大家看周邊環境 寧靜的一面看了 是否真的完全好像圍繫獨立 又很不方便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反映 Rivergreen的社區什麼都好 有新紅機的東西 樹木都好 內裝什麼都好 但好像它不在Skytrain旁邊 總是生活不方便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15分鐘步行生活圈 我們剛剛就是那邊的一座 咖啡式的位置 Rivergreen 2 688 Pearson 就是那裡 由那邊走下樓之後 本身樓下都有少少少商鋪 如果大家最重要解決就是 吃飯買菜那兩個問題 基本上走下來 如果你不想再乘車 駕駛出去的話 對面馬路這條街已經有食物了 這裡至少有兩間中餐 一個是福滿樓 待會我和阿基仔就去 很快就喝過茶 然後就做下午的工作 另外旁邊本身是高拍餐廳 將來正在裝修 將來會變成滷圓米線 也是一間中餐 除此之外 對面就是奧運場館 剛剛和大家看它的另一面 就是河岸那一邊 然後再過去就是Rivergreen一旗 很漂亮 叫黃葉 現在我們溫哥華已經開始進入秋天 開始有黃葉 這棵樹已經開始變紅了 我想再過一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過來就已經紅了 很漂亮 大家也可以欣賞一下秋色 尤其秋天如果不是下雨 像今天這樣陽光的天氣 又不是太冷 出來看風景就很棒 我們繼續說回這個15分鐘生活圈 步行距離 吃飯解決了 在這座建築的後面 同一座位的建築 就有大統華 所以大家要買菜 當然我想如果你住在那裡 你真的不用開車過來 不過你真的要開車的話 是哪一個位置停 不然你就是走過來 對面這邊已經可以買菜 大統華 除此之外 再向東那邊走 這個這樣走過去 就是大家剛才在單位上 看到樓景一直看過去 看著Lux的方向 正在建樓那裡 就是Lansdown的地鐵站 那位置我們一直走過去 就是15分鐘 老人家的步行距離 年輕人應該可以走得快 當然冬天會比較辛苦 中間也有很多不同的屋苑 那些屋苑 譬如我中間賣過OFOR 下面也有不同的設施 例如飲飲食食 Shopper's Drug Mart 藥房 所以回到最好的問題就是 這個15分鐘的Walking Distance 對大家來說 是否需要住呢 有一件事可以給大家一個 參考和想法 曾經業主跟我說 Rivergreen這裏 是有一部Shuttle的 它那個Shuttle 跟我們之前Holybridge的Shuttle 兩部Model Y要預訂是不同的 是真的好像香港的村巴 一個小時一班 但是現在取消了 那為什麼會取消了呢 是否太貴 或者怎樣 原來是一個原因很有趣 業主跟我說 因為沒有人坐 他說 整個出土 經常只有我們兩個人坐 兩夫妻 然後司機都認得我們 每天都說 你有出去 對啊出去 沒事做 最後使用得太低的原因 所以本身有的服務 就cancel了 可想而知 基本上住在這兩座建築裡的人 並不是每個人都不開車 或者走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很多時候都是開車 或者是walking 或者簡簡單單 找到Uber 出去市中心都很快 希望剛剛以上的資料 都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對Rivergreen 整個屋苑有興趣 可以上回屋苑 可以上網頁 carrieque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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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對這次單位有興趣 想來看Open House 想知道更多資料 可以上網頁 carrieque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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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門牌是912 地址6688pearson 我們在10月下星期 19至20日就會做Open House 這是什麼 黑松露 還是什麼 龍蝦餃 好像是 親自吃 吹皮 我打算2點3點 原來是1點2點 那你還有多少時間 沒有了 吃多10分鐘 這個是花碎嗎 不花碎 很趕 這裏挺好吃的 這是什麼 我忘記了 蝦餃 有些龍蝦肉 有些龍蝦肉 下面有蝦餃 那是瑤柱 來的 有些瑤柱嗎 很棒 你吃吧 你吃吧 很棒 中間有顆味 不知道 我看到一個綠色的鏡 還有個肥叉 這個叉燒夠肥 很棒 超肥叉 回家等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吃了什麼 蝦餃12元 那個脆皮龍蝦腸粉 13元 叉燒22元 豆苗20元 白飯3元 接著 它扣了我兩個半 總數80元 給了15元 15%提示 總共92元